法国封城近两个月后,今天起逐步解封 首都巴黎的地铁站人头涌涌,不少人复工 职员向乘客派发口罩 首阶段解封计划下 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限聚令也放宽,容许最多10人聚集 可以去户外跑步和做运动 大限制跨区行程 小型商店等在指定人数下获准重开 大部分学校星期二复课 酒吧、餐厅、咖啡室和大型博物馆继续关闭